第十九題說到有人吃了一顆葡萄 結果發現葡萄裡面有三顆種子 好 我畫一下 這是個葡萄 裡面有三顆種子 好 所謂的葡萄就是果實有一個 一個果實 可是裡面呢 有三個種子 好 這是現象 接下來推論 果實來自於脂肪 所以這個一開始是一個脂肪 長大成一個果實 而種子呢 是來自於胚豬 所以一開始有三個胚豬 胚豬 受精後發育成三個種子 可是這個受精是什麼意思呢 三個胚豬就代表三個卵 因為每個胚豬都是磁配子體 三個卵 三個卵去跟三個花粉 兩個精細胞受精 所以這個花粉管要三個 所以你的精細胞就是有六個 因為每一個胚豬都是雙重受精 第一個精細胞受精形成核子變成胚 第二個受精形成胚乳 而葡萄它是雙職業植物 它的胚乳會退化 被職業吸收 變成很大的兩個職業 但不論如何 它都是雙重受精的例子 因為它是開花植物 好 所以我們的花粉管要三個 而每個花粉管有兩個精細胞 因此精細胞有六個 好 我們來看題目 A至少需要三個花粉管參與總值形成 對三個 所以A是對的 三個花粉管 B至少要幾個脂肪 至少只要一個就好了 因為我只有一個果實 來自於一個脂肪 好 所以這題脂肪只要一個就可以 所以B就錯了 好 再來C選項 那我需要幾個精核呢 六個精核 三個花粉管共六個精核 也就是三個雙重受精 共六個精細胞 好 所以C錯了 好 左選項 那我幾個卵細胞 三個 沒錯 因為我有三個胚株 每個胚株都是磁配子體 每個磁配子體都有一個卵 所以三個胚株就有三個卵 所以三個卵參與 所以株是對的 好 那三個總的精一樣嗎 不一樣啊 因為三個卵跟三個不同的精細胞受精 不同的精跟不同的卵受精 就會出現不同的精型的組合 這是個有性生殖啊 受精是有性生殖的過程 有性生殖產生的子彈 會出現遺傳變異 基因型都不太一樣 所以這一集的醫學項 三個種子的基因組合 不相同 都產生了遺傳變異了 重新排列組合了 好 所以這裡單只有A跟Z 其他都不對